如果走到那邊,左轉走一圈回來,走兩個小時半,七公里會回到我們飯店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是南橫,我們眼睛往下水平的方向看,對面三邊,不然有看一條黑的路嗎? 那個是第二古道,你們等一下走的是第一古道,那是以前的第二古道,他們沿著山壁走就很多的溫泉 然後在這個比較平坦這個地方,文史記載也有寫著,還有我聽這邊的老人家,尤其胡錦良老師他常常帶著這邊的八部和音器,國外表演那個 他說他們以前會來這個地方溫泉沼澤,會去那邊泡溫泉,如果來也會看到清晨或傍晚,溫泉冒起來,煙霧聊繞的時候會看到水路在那邊喝水 然後我們看左上方那個,對面三邊有一條黑黑的線有沒有 那個是從那邊接溫泉水管,接到這邊,這邊有一條產業道路上去有一家製茶廠 他是接給那邊工人要洗溫泉 那個等一下我們走靠近你會發現,他的鐵管很細,因為他很重,鐵管很重 太粗,他支撐力可能不夠,而且他一根一根上面要鋼索吊著,所以很重 在這個地方施工還沒有什麼特別高難度,因為他從這邊古道這樣爬上去 比較不會那麼艱辛,而且他那邊有平坦地方還有樹可以施工作力點 那現在因為這一家製茶廠已經沒有在工作了,沒有在製茶,所以沒有工人了 因為風車日曬保暖的那個保溫的海綿已經破了,他都沒有在修理 怎麼走到山谷,那間民宿的都有在修理 怎麼看,你就了解說原住民有外共,這個還不是特地的高難度 那個就是第二谷道,其實對面山壁都有一條谷道這樣一直上去 那個等一下我們看到那個很高陡峭的那個溫泉館,他也是從這邊 谷道這邊一直走上去的,我們繼續前進 好厲害,這邊就很厲害,等一下看那邊更厲害 不是咧,我以前也是這樣以為 後來我們山泉水是從上面讓我們上去才發現原來那邊是接溫泉在使用 所以這一根就是山泉水 這樣的塑膠管是山泉水 山泉水它不用海綿,因為它不用怕它溫度降 而且這個塑膠管比較輕,它就比較大公 所以他不用洗口而已 有水床浸水是在太深,它就用洗口而已 所以他用在這口里而已